那老师看一下,我的考卷考完了,我怎么给学生去做测验 这测验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是即时测验 第二个是当成回家功课去做测验都可以 OK吗?来,那当然 这边再跟大家再复习一下下 出考卷在这里,出完了考卷都会在我的活动 我一直讲考卷,它的专业术语叫做活动 那因为我们是拿来做测验嘛,游戏式的测验 但是它是活动,来我现在点这里哦 首先这个,点起来 这份考卷我要给学生考,对不对 那这个它的专业术语,各位瞄一下 我看得不太习惯,叫做课业分配 这里是做修改 那这个签入呢,可以把它挂在学校的网站 如果你这个活动主题适合的话 比如刚抽签了,做什么的,大家合适啊 或者你可以抽什么,比如最近防疫的小规定 那你做个题目,让人家进到我们福联国家网站 他可以去点,我们先让学生考试 这个,在这里哦,我先点起来 课业分配 好,那课业分配呢,这个relaught是结果 那也许我建议这边就加日期 0511会好一点,OK吗 那接下来一定要输名称 我们刚预设只是,因为小朋友考完试 我要知道这是谁的考卷啊 谁考试怎么样,所以我们在书里面 如果我说不需要,那就点这个 就不需要了 那你也可以点这里哦,点这里去哪里 谷歌的课堂,Google Classroom 可以结合在那边 那等一下我们还是请 因为正常在考试的时候 我还是需要学生把他姓名打完 我才能够做统计啊 才能够分配,才知道这张考卷谁考的 那这边呢,我习惯会把排行榜打勾 所以呢,从楼到我这边只改0511啦 因为这份考卷,以学校来讲 诶,我下次还可以给别班考啊 今天是0511,下次搞不好是0620 6月20号考试 所以我建议打日期,会好一点点 那当然你也可以怎么样 第一节课也可以啊,051之一啊 这你自己决定,那排行榜打勾 接下来,再点哪一个,开始 当我点开始的时候呢 就会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如果是学生在家里 那我们就用什么,复制这个网址 复制网址 那贴在Google Meet的讯息区 这样我们的学生就可以考试了 老师,我们现在学生都回到学校来了 回到学校来 学生拿的是什么,平板 OK吗,如果平板的时候呢 各位就要点哪一个 这里就这里,这里有个QR Code 当我点这个QR Code就产生这个了 哦,学生在教室只要拿了iPad 那相机扫描一下 就可以进到这个测验券来 就像各位个人 来这个 来,那我自己就考一次哦 我示范考一次 我们再回上一个来看一下 这边呢,还可以发布到哪里 Facebook 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设计一个题目 可以给你的脸书上的朋友跟分享 那大家玩一玩 那这个是Twitter 那是Email 那其实最常用的应该是正常的教学金块 是网址 学生在家里给他的是这个网址 学生在学校上课 那上QR Code 因为这太长打了 好,来,接下来就开个新分页 我贴上去哦 来,我再考一次给大家看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因为学生我叫三年二班15号 好,叫BIG 好,来,开始了 好,开始测验 好,是 那学生考自己的 学生考自己的 那第二个 第三个 哦,第二题 刚点太快了 三年都考完了 考完以后自动会出现排行榜 来 麻烦老师你也帮我再考一下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